华盛顿时间2月12日疫情最新消息 中国方面昨日新增确诊病例2057例 目前总数达到了44765例 根据这几日的统计 新增病例的增幅有所放缓 疑似病例增加3342例 总数还有16067例 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 累计的疑似病例也开始下降 死亡人数上涨了99人 目前总死亡人数高达1116位 已经远超非典时期的全球死亡病例 治愈人数增加1066人 达到了5066例 虽然现在依旧没有找到特效药 但是治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北美地区的疫情也是喜悠参半 虽然这几日病例增加数不多 但是依旧存在较大的隐患 目前美国总感染人数为13人 疑似病例为60例 并且还有3人已经治愈出院 加拿大方面确诊病例为7例 疑似病例为19例 与美国相比 加拿大目前面临的风险依旧很低 美国CDC检验也是屡出披露 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美国第13例确诊病例出现在撤侨团队中 并且CDC一开始搞错了检验结果 在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 医务人员发现了假阴性情况 这是由于被检验者在不同的发病阶段 以及不同的病情轻重程度造成的 而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接二连三的出现错误的检验结果 这对疾病的防控非常不利 中台山昨日接受了英国路透社的采访 在采访中他透露 虽然现在新增病例放缓 但是疫情的峰值可能出现在二月中下旬 他还大胆预测 四月份疫情可能会结束 世界卫生组织对待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关注度一再升高 并且还给新型病毒正式命名为COVID-19 今天下午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邀请全球约400名专家举行全球研究及创新论坛 呼吁各界分享病毒样本 加速研发药物与疫苗 势必将第一批疫苗在18个月内准备完成